第二局,刚才也提到了,两支队伍来到第二局之后,KT这边没那么好处理,KT半人就更加随意一点,直接是针对Teddy半,但其实Teddy的侠的胜率比较低。 但这英雄最近火呀,而且这英雄逆天改变的能力比较强嘛,我觉得就把那种AD单carry能力强的英雄先给他搬完,就完了。 要不要搬手艾希,你说要不要搬手艾希? 应该不会吧,就除非他选择三搬AD,二手还是搬架料。 因为架料确实在这个版本让红色方拿到的一个骚扰能力更强,因为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位置。 但是你男色方抢的话,毕竟在可能四五号位你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洛,依然维系了第一局自己搬人的一个思路吧,版本强势加上侠洛这种比较能够打出效果的英雄。 那今二红色方道没办法,第三号位应该卡丽莎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毕竟DAV的对卡丽莎也是很强的。 拌掉了蜘蛛。 那这样放出卡丽莎。 那这个KT跟金耀的这两盘都放了卡丽莎。 印象垂实。 那金耀可以自己拿卡丽莎。 对,对于KT来讲,垂实是MATA最近确实发挥很出色的英雄。 虽然上一局空的勾比较多。 就感觉金耀还是比较惧怕KT拿前几节的英雄。 因为他们上一盘是各种针对大野。 这一盘是我就算是放卡丽莎。 我也要把蜘蛛搬了。 对,我也要把蜘蛛搬了。 他还是怕前几被打崩。 你说SQUAR赶快袖手瞎子。 练了练了。 后面练了,后面练了。 我说实话SQUAR这瞎子去年确实,对吧? 强行给他选都打不出效果,但现在练了练了。 这卡丽莎肯定要拿下来。 不可能给你纯织加卡丽莎。 艾希加芒僧,怎么样? 嗯,九筒,还是我的。 那SQUAR的招牌英雄。 对。 这是SQUAR的一个招牌英雄。 我觉得要不要把艾希拿下来,我说实话。 要不然第二轮艾希拿下来。 还是要大嘴。 还要玩这个套路啊。 那这一盘又是一个比较偏团战节奏的一个阵容了。 现在九筒大嘴确定的话,就前期不会太凶的这个阵容。 但说不好,KT说不好的。 就看他另外两个点怎么选。 就如果你再拿一个什么飞机加南波,这种阵容就可以前期凶起来。 KT玩过这种东西。 但这一盘是给到了卡丽莎下不容啊,那这个双人组是很强力的。 而且现在圣在外面,KT不能够让对面上单位再拿到一个圣。 因为再拿到圣的话,他们这个双人组的开团能力太强了。 你这个大嘴可能发育不起来的。 看一下这边,进入到后手半位。 清醒这边,要限制对方拿这种。 先搬中单卡二马。 对,对大嘴有一个比较大提升的英雄。 对,先把这种骚东西给你搬完了。 对,KT这一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把圣这个点给按住。 搬了一手,三王比较喜欢玩吧,就是杰斯。 对对对对,就他喜欢玩这种对线型英雄。 有没有可能杰斯加剑击都搬了呢? 这两个是他相对比较招牌的。 但说实话,剑击这个英雄的话,跟金二这个整体阵容不太大。 非常不大。 对,不太大。 金二这个上单更多的是要选一个就是有开团性质的,偏支援性质的一个上单会比较多。 搬了奥利安娜,把两个能够保护后排的中单全都搬掉了。 对,现在我觉得金二这边上单最好的选择是圣或者克裂。 因为他们这个明显是要打一个前中期快节奏的阵容。 搬掉了一个炎雀,封锁了一手中单的支援型英雄。 那看一下金二这边,应该是,我觉得先抢上单吧。 这边可以把康带位留给负载。 或者说抢一手飞机也可以。 还在犹豫。 抢飞机的话中期做战能力很强的呀,对。 我抢下来上单配个圣或者克裂,我中前期太强了。 就看KT怎么说。 怎么接了,KT这边。 对方已经是把锚给亮出来了,就是拿你KT之前最喜欢打的一种打法。 前中期的一个快攻节奏。 那KT现在要打防守的话,中单选一个蛇吕。 对线没多大问题,但是你在支援方面还是落后太多了。 你敢不敢拿蓝波吗? 黄子,黄子,黄子,黄子。 我觉得黄子。 蛇吕加蓝波的话,蛇吕加黄子的话,可以给大嘴一个比较好的。 对,我觉得黄子还可以。 但是斯拉不对个人能力自信吗? 青钢影。 青钢影打线,其实现在这版本已经不是很强了。 纳尔。 选了一个先手不容易被控制。 那我说实话,这一盘金二可以拿圣或者克裂。 拿圣吧,就上一盘圣这边打拉尔也不吃亏。 拿圣他们这个打下路太强了。 就金二这个阵容如果说上单位锁掉圣的话, 他们的双人组开起来就是飞机炸弹导弹包,然后圣直接下来直接强行运力塔了。 诶,斯拉不得纳尔在本赛季时只玩了一把,输了。 上单亚索打纳尔。 你记不记得这是…… 这就是纳尔最火的那个版本。 上来打你。 打上来,我记得是那个Thomeday玩的吗? Thomeday玩了上单亚索当时。 对吧,就亚索上单亚索最火的那个版本。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选出来还是蛮毒的。 因为封墙可以挡回旋标,纳尔的回旋标被挡了之后回不去了。 你那个QCD贼藏。 这个确实是一个小counter。 而且前面那个亚索灵活,纳尔手比较短,你A的到亚索的时候。 消耗不到。 亚索是可以靠兵线靠近你的。 但是这也是Thomeday玩的一个,我也说了嘛,这人就是打带线的。 这样突然把一个我们看起来很不错的前行打团的阵容,强行给玩成了一个。 就是这个上单跟他整体的体系不大,说实话。 他可能英雄上在对线有亢尚,但是整体的体系可能这个点有点不大。 记不记得那场上单亚索打上单乌鸦那场比赛,去年的场。 就那个乌鸦打上单亚索,把那亚索捶爆了那场。 我忘了是谁打谁了。 就那个上单乌鸦打上单亚索那场,我忘了是那场比赛了。 如果有观众记得可以微博提醒我一下,我那场比赛给忘了。 那场也蛮精彩的,就是那个亚索打乌鸦那场。 但是确实去年纳尔加上亚索这个对线是出来过的,因为比较counter,纳尔嘛。 也是给他留了个counter位,他觉得无论如何我要硬counter。 但是我觉得你,我觉得胜更好,我觉得胜更好,我也觉得胜更好。 他这个是为了追求线上counter,舍弃了自己整体阵容的一个优势。 看看吧,这波一个座。 都已经。 我感觉是这个亚索一拍脑子就甩出来了。 就完全就是为了考虑对线啊。 这个阵容如果又是像上盘一样,你在中期不做事,拖到30分钟又是死亡到底是。 就跟上盘一样的,30分钟,KT就是近乎于脸压的团战。 那说不定这句亚索carry了呢? 也有可能嘛,对吧? 就你选出这种比较堵的英雄,如果说你顺着,那可能有奇效。 就像之前,金银二在面对三星的时候,Ixodo Akali,对吧? 就会有奇效。 但是一旦是你这个点没有打出你该有的效果,那可能拖到后面你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拖油瓶,对吧? 没啥用。 好,亚索。 万千召唤师心中的噩梦,以及很多召唤师心中最喜欢的英雄。 这边金银二一集团有想法的,趟这个位置的话。 这位置除非飞机学W。 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对方过来的第一时间他应该能看到。 这边是要踢这个墙,这很阴险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胖这边已经看到了。 那强行要去反对方的F6,但是对方没有选择F6开啊。 这一波直接是从红开的。 看一下,这个三人组还想战。 这一波有机会啊,这个三人组一级的作战能力还不错。 还是撤回去了。 因为毕竟来说少一个打野嘛。 这一波如果打野在的话,真的可以强行打一级三的。 毕竟布隆加飞机加卡利斯塔这个一级作战能力有点强。 战争热忱的雅索。 雅索过去扛了一下风盾。 这一班的话,双人组。 金伊尔应该会打得更凶。 因为毕竟这一排有一个布隆的存在的话,卡利斯塔的一个线上作战能力会更强一点。 。 雅索这个英雄吧,在前面的版本头倒是削弱。 他的Q技能现在存风只能存6秒了。 就是延续到就是你下一个Q的那个持续时间只有6秒时间。 而且现在之前异技能的伤害也已经削过了。 但雅索还是强。 我说实话,这英雄玩得好还是强。 对,他对线能力有点无解。 主要是他这个利用白盾去给你消耗,有点烦。 而且那个封墙太赖皮了。 这个有一说一,我最近一直在玩辛德拉嘛。 封墙这个东西太赖皮了。 你中路想跟辛德拉碰到对面一个会玩的中南亚索,确实很头疼。 想死。 他近身你一把没用,因为你一会被他封墙挡。 你到了之后大招也会被他封墙挡。 对。 Score下半眼区刷上来,直接是打河蟹。 Score的位置刚刚也是被Sone放上了眼,已经是正查到了。 而且我们反过来讲,这局打亚索还不错的另一点。 就击飞的东西比较多。 群体击飞蛮多的,布隆大招。 然后卡里斯塔收布隆丢出去。 雷克赛是单点的击飞嘛。 就击飞还蛮多的,这局对他来讲。 但一般来说,上丹亚索他玩的经验速度多的话,一般都是他不会去等队友击飞。 他都是自己存风,一般都是自己去打击飞。 而且一般我见上丹亚索带线的偏多。 上丹亚索打团的。 就一般中丹亚索会比较依赖像有什么九筒打野这种英雄,去帮他去造成一个击飞。 最经典的就是芒僧嘛。 但是上丹亚索一般都是靠带线自己存风打的。 这边的话要过来反这个石头,有机会。 这边九筒的一个位置。 中路这一步对拼。 不在这边虚弱已经是被骗了出来。 这一步的话。 手女也把治疗交了。 差不多吧。 两边换了第二个招式。 但是死破这个位置过去应该是会碰头的。 这边的话已经是刚刚应该是意识到了。 好了,这样的话小的还是能够收掉。 这一盘跟上一盘反过来了。 是的。 但在你虚弱交掉之后的话,其实手里现在不太怕飞机的。 你这波没虚弱了,对拼起来的话,伤害拼不太过的。 也打不太出爆发了。 但是拥起来了。 这波看一下兵线的位置不是很好干扣。 看到了。 主要是盘往上半去靠的嘛。 他知道你挖掘机刚刚在下半区跟九筒碰面了。 知道你在下,那我就往上靠。 也独到,上去应该是可以打一个独牙的。 现在消耗已经打不过了。 过来要反抢这波F6,但是这边九筒已经被拉出了位置。 哦,抢了两个。 还不错。 这边反身的一个E抢到了。 对。 这还是蛮少见的。 他是用屁股贴着那个F6,然后往侧面。 你看这个纳尔飞镖一边没收,贼难受这种。 对。 前面二十多秒CD。 确实很难。 前面纳尔这个飞镖二十多秒CD,如果你接不住的话。 你一边没收好了,你大概十几二十秒干不了。 你就只有普攻了,对吧。 对。 哎,这边上来挂被动,旁边有灯笼,不怕。 这个上单亚索。 在LCK的总胜率是19剩12伏在LCK这亚索。 然后上单亚索是三剩两副。 哎,这边的话还是要去对方的野去做事情。 这边F6还没刷。 但上路前期还是比较难去打。 比较难去打这个烂尔的话。 因为毕竟你不太敢主动过去换血的。 因为毕竟你的上半区没视野。 有6,蛇女这波。 怎么说。 九总蹲在视野的盲区。 嗯,不怎么好找机会撤掉了。 中路的发育的话,两边都还是比较平稳的。 虽然说换掉一波召唤人技能,但是两边大野都没有过多的想法。 下路的话,感觉Deft这一盘,其实我从第一波兵发现他第一波兵六个兵只补了两个。 他这一般感觉手感不是特别好。 有一些小漏刀。 但还好这个英雄只要是不死就行。 能够拖到他的一个时间,拖到成型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手感也打回来了。 虎刀还可以吧,没什么大问题。 Snap在面对亚索的第一剑出了一个容错率较高的子与林志全。 然后亚索这边是不假鞋。 打那种远程AD还是不假鞋比较好。 神装啊这是。 中路飞机的话回家也是先出药光,补一个洪水机。 毕竟面对的不是爆发型AP。 打蛇里的话没必要先做一个隐魔刀的。 毕竟是慢慢打出来的伤害。 不像新的拉众那种英雄,你需要先做一个隐魔刀。 这一波要去反这个红,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打野都是已经知道对面的位置, 但是九通这边还没有到六级啊。 拼陈界有点拼不过这一波。 而且红Muff给拉回血了。 还好自己的一个下路可以提前支援过来。 明天这边还不死心啊。 但是中路推陷了,飞机可以先到啊。 这一波的话感觉这个红要反了。 这边怎么说,大嘴也没有靠过去。 这波强行反的话有一定的机会。 毕竟等级领先嘛。 但是这边隔墙的锤石被眼卫看到了。 还是在纠结这个红。 在磨叽,还在磨叽。 这红又要回血了。 这个红也很烦。 你们到底要干嘛。 到底是谁要跟我打。 这边的话,我只选择我反边的红,我反你F6可以吧。 F6感觉有点守不住啊。 这边只守住一个小怪。 惩戒还没抢到,这边帮忙惩戒一下。 那你这波没惩戒,自己双路推完线要抢抢你的红了。 而且飞机也过了,感觉这个红没了呀。 此过这一波该放就得放了,感觉。 看一下这一波,还想包。 侧面大招没有定住,反而是金银球拿过去要闪定,闪定。 顶飞这边接上控制,感觉蛇女要先掉。 侧面找一个闪,但是闪现过去应该可以打出被动的。 那最后是由飞机拿上了一个人头。 这一波胖是想支援野区的一个score, 但是感觉这一波应该指挥上要撤的。 因为你知道你的双人组这个时间点的战斗力也打过对面双人组。 而且双人组被压到塔下,这一波应该是要放buff的。 没有果断放,导致中单阵亡,同时掉一条火龙这个局面对于KT来说比较难受。 是的,第二这波波满存满,好吧。 雷克赛直接领先了一级,然后给了飞机一个衣血又拿到了火龙,很舒服。 这一波的话就是KT没有证实自己的阵容了。 因为毕竟在这个时间点,金烟明显是一个前中期阵容, 你要去跟他聘野区团没有必要的。 同时你向路还被压线,向路还不让你踢。 基本上没得跑。 基本上想闪现过来点灯,但是有一个挖掘机的大招, 包括对方也是果断交了闪现跟过来。 是的。 第一时间其实应该让Score先撤掉,就这个红我们就让掉就算了。 或者说对方在反F6你就直接把红打了嘛,对吧? 这个其实对方去打F6你还想去拼F6就有点想多了。 因为你是九筒,对方是挖掘机,对方还高你一击,对吧? 你这个没必要在野区跟他干耗着的。 因为你的一个阵容本来就是以发育为主。 你应该去做资源的交换,而不是应该在野区跟对面硬碰硬。 硬碰硬肯定是你亏的。 是的。Score这把是不是要玩熔渣九筒了? 看这个出装应该是的。 他好喜欢我熔熔渣。 我说实话Score是我见过所有选手里最喜欢熔熔渣的这个之一了。 他支柱都还是熔熔渣的。 那这样看一下酷战这一波的话,有一个人头在手。 而且是个一血,现在已经是两项了。 这波炸药包看一下能不能有任何的一个支援吧。 就这种如果让新一二这边中期把节奏打开了,KT感觉有点扛不住。 虽然说上单是个亚索,但是他这个其他的四个点太强势了。 而且带起线来到后面亚索也蛮强的。 看是熔渣买出来了。 只是说亚索可能中期在团战方面帮不了阶上其他的人,对吧? 是的。 但是他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三代签计。 限制住纳。 而且纳尔打不过他嘛。 雷克赛这边熔渣也做出来了。 两边打野都选择了熔渣。 这波被击杀之后蛇女要稍微的老实一点了。 而且胖的出装是一个纠集发育装。 范和加上女神类。 这一段时间尽量是不要去争夺对方的资源,保自己的资源会比较好。 或者说对方来换下半区,你去换对面的上半区会这样打会比较好。 这一波的话上半区想去蹲一下。 但是挖绝已经过来了,这一波没有听到。 喝起酒这边要砸吗?砸飞。 但是纳尔跟过来一个大招在空中,但是方向没有打对啊。 这边拥不提这波没有闪,应该还是要死。 这边杀完之后,纳尔应该也没危险。 下一个一块好了,看一下变大了。 下半区同时间打起来,这边的话有灯笼。 有没有机会点砸飞,没有机会点灯吗? 看一下这个位置还有点回来了,同时交起了TP。 这一波是纳尔TP,纳尔是一个大纳尔充血的满血纳尔。 过来,要闪现般拍到了墙上,这个位置感觉跑不掉了呀。 这次纳尔下来,最后一秒钟的一个变大时间,马上要变小了。 闪现一拍,而且刚才Tidy闪现的位置有点奇怪,我感觉他是撞墙。 他想过墙的。 我感觉撞墙了,我感觉是撞墙的。 因为那个位置他闪现过墙能活嘛,我觉得他是撞墙了。 这样最终凭借着自己smap的个人表现,凭借着上野先击杀到对方打野, 然后再利用TP下来。 最后一点点变大的时间,闪现了然后把Tidy甩到前上。 金鱼双人怒其实拼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拼的时间点是选择了在对面的上野跟自己的上野对打的时候,他们去拼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是对面杀完人还能踢过来,对吧? 因为他们2v2是稳赢的,这个卡丽萨加布隆,2v2打垂石加大嘴这个时间点是100%能打赢的。 他没想到对面这个上单杀完自己的打野之后踢过来还有大,这个是最关键的,这还能变大。 Snap这波支援确实很精彩。 Score也是出到了自己比较招牌的这个CD鞋球桶。 尽可能的减一下CD吗? 其实现在CD鞋上场越来越低了。 这个确实现在打野我没有看见出CD鞋的打野。 我玩扎克有的时候会出一下,扎克有的时候出也还蛮不错的。 这波打完大嘴拿一个人头就很舒服了呀。 大嘴前进能拿人头的话,中期的一个节奏就会起得很快。 而且把对方双刀打出来了。 而且Snap给了一个红buff这个人对气了。 这波打不过呀,又白杀了。 这个扛塔只要硬杀了,还差两下,过去QC能没打。 可以看一下这波闪饼。 反正变大,被吃了,被咬了一口。 这一波在A下变大的话,没大招,还是跑不掉。 不过把亚索的闪现也玩出来了。 对,但红buff好像又换到了。 回到了那个赛身上了。 对,回到了那个赛身上。 但是你的打野在上,这波Score要跃下了。 要把对方双刃阻给赶走,同时逼你的医学塔。 这波很有机会,对方上单没踢的。 这波可以强逼医学塔。 而且冰线很多。 那这样打完的话,节奏又再次回到了KT手中。 是的。 医学塔想换一个狭舞先锋应该是可以换掉。 那塔前应该是单让给大嘴。 这边Mata在旁边吃一下。 Mata应该回家要出东西。 我少点钱。 反正刚才大嘴拿了个头。 发育已经很好了。 对,下午前锋也被媒体给拿到。 对换了一个资源吧。 没办法,资源不下去了。 这边胖想卡一个位置去晕一下。 这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蛇女卡视野位置。 但是冰线出来就没办法卡了。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我扫掉核道草丛。 然后上面放一个眼。 这其实从可能S2开始大家就会这样去阴人了。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多的玩一个中单莫格纳。 对吧。 我给核道草丛一排。 然后给上面放一个眼。 你这边过来我一个Q。 然后直接破W再给个大。 你就死了。 中单莫格纳那个版本很强的。 那会儿的真眼还是看不见的。 那会儿真眼你也不知道他草里有没有真眼。 对。 那会儿是要真眼排真眼。 还有400。 对。 现在想想真的都蛮有意思的。 原来这些设定。 就说实话那个400那个真是妖水。 确实是一个很OP的东西。 就一旦优势王拿了这个动性体。 烈士方根本没办法做视野。 对。 主要是400不死不掉的设定。 太变态了。 那持续时间就比较长。 然后不击杀他那个400永远在身上。 这边第二条小龙的话也是直接动。 上半区想去逼一下那儿。 这个塔这一波的话那儿走位把这个风扭掉。 看一下这边顶飞的时候能不能接大招接上大招。 那儿没有露气这一波有机会杀。 Smip这个位置还想去采血换一下。 因为走位还能留这边A不到。 但是大招还是收掉了Smip人头。 这一波是卡了Smip的露气。 这一波如果说Smip是一个半怒的状态。 感觉他塔下可以反杀两个。 而且主要是雷克赛也比较厚实。 可以扛几家塔。 而且他可以转移塔的仇恨。 但是上塔还是没有办法推。 这一波也只是击杀了一波那儿。 心也不狠。 这波心狠放霞有先锋推掉了。 他想把霞有先锋推掉了。 他还是想去拔中塔。 肯定拔中塔拿霞有先锋拔的收益是最高的。 但现在中路的话其实比较难吧。 因为对方把双刃组换到中路的话。 你一波兵是比较难推掉的。 这边大嘴还是去下面发育。 现在第二剑先出了不假鞋。 因为毕竟来说对方是一个AD偏多的阵容。 对,除了中单飞机,其他所有人的伤害基本都是AD。 而且这一盘他触碰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对方这个打野和上单是百分百可以贴上脸的。 只要雷克再顶到他。 上单肯定可以过来。 这边招霞有先锋要去威胁中塔。 手里清兵速度还不错。 这个霞有先锋感觉没啥用。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塔消耗大半的。 但是可是拆不掉。 拆不掉塔的话,其实霞有先锋放的没什么意义。 还觉得不如拆这个上塔。 对,我也觉得刚才心狠一点。 上塔已经。 上塔这个血量刚才一放就拆掉了。 就杀完马上放,然后拆完再推一波兵。 这个兵线还能禁二塔,对吧。 纳尔虽然说是死了两次,但是自身的发育还不错。 毕竟两个人头在身上。 而且现在他有大兵锤,可以追着雅索去捏。 就可以封阵一下。 但雅索反手只要是封存的好的话,其实反手也可以跟他进拼。 只是说你一定要卡纳尔的一个陆器CD。 而且还要没收他的回旋标。 主要是封墙一定要没收那个回旋标。 反推中塔。 这边强行推中塔。 对方的人员也都是在塔下的。 看见这边钩子钩到了一个布隆大招, 拿回来要硬杀布隆。 布隆直接是被秒。 卡雷斯塔为什么不在边上。 不在边上。 这部技能给的非常果断, 蛇女大招也是给到了他的场上。 是的,就连环控制嘛。 而且布隆举盾牌他有个很尴尬的, 就百分之百会被识化。 因为你的盾牌只要是, 无论是侧向还是面向, 蛇女大招碰到你都是识化。 这边拿灯龙直接走, 骗掉一个虚弱。 马塔的一勾, 又在中路取得了一个踢杀。 这局的局面对于晋二来讲, 我觉得比上一局好吧,中期。 因为目前, 首先是雅索的带性还可以, 然后再加上前期, 蛇女跟飞机, 就飞机跟维克赛中演还蛮顺的。 而且他们现在一旦是4v4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一个优势的。 一交掉了。 但刚刚拉里博是因为卡雷斯塔不在旁边, 没办法。 这波Smith也是利用自己丰富的上弹经验, 就我反正不怂你, 我就把你打野牵制在附近。 马上变大, 我觉得他是有想法。 他要等他的风, 这一波应该是要杀的。 马上变大了, 这个位置在找机会, 拍墙, 拍到墙上, 但是伤害不太够吧? 没办法到墙上。 没办法到墙上, 就来了。 但也不敢给大, 这边的话要等第二封, 等了一个赛进场, 但是垂师也来了这波, 顶飞, 大招拉下, 看能不能点灯, 拿回来一个大招解围, 这一波的话不太敢打, 对方的布隆也是在往这边赶, 看下这边Score能不能跑, Score手上有闪现的, 先往后面移一下, 脱离战场。 毕竟在持续作战能力, 还是一个破败的雅索更厉害了一点。 这个时候大嘴赶紧抽空, 点两下回身, 要打蛇女这个时候过来了。 上方的辅助都是赶过来, 但是这一波Def的状态太差了, 还是得撤。 而且上楼一塔是直接被尖二的上下给推掉, 雅索在被多人抓的时候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灵活呀。 中期的作战能力还是, 尖二这边要强一些, 因为毕竟大嘴才一件装备, 而且蛇女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发育期的。 雅索确实刚才那一波也是把自己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应该是要做绿叉了下一件。 嗯,对。 现在其实出破败的压锁已经不多见了, 在我们平时打RANK里。 但是毕竟面对的是一个NAR嘛, 就是你没有这种破败的话, 他就是一直连着你A你就很烦, 你知道吗? 你跑不掉。 你有NAR,你有破败的话, 起码吸一口能够把距离给拉开。 我看比尔森之前直播玩了两次压锁, 他是特别喜欢出那个银血。 比尔森特别喜欢出银血。 而且比尔森那个银血经常是第二件就出, 就他先出个绿叉, 然后出银血, 他经常这么打。 个人喜好吧。 其实现在就算NAR拿了一个红buff, 其实对拼起来感觉也不占优势。 他毕竟只有一个大冰锤和一个布甲, 他的伤害不是特别高。 只要雅索利用着有小兵的时候, 他是不太敢跟雅索去拼的。 这边还剩一丝血的塔, 点最后一下, 他一下, 不敢点啊这一下。 14滴血。 随时可以拔。 就开WA一下就没了。 这问题也不大吧, 先把龙区的眼排掉。 这时候金二又要来到了上一局相同的情况。 还有10分钟的死亡倒计时。 时间又开始死亡倒计时了。 这10分钟金二一定得找到机会去拉开经济差距, 或者拿到大龙去, 还是上一局一样的理论。 而且这一局甚至我觉得后期这个蛇女跟大嘴的双C给的破坏力要更俗一些。 这一盘前排没有那么厚实, 但是他们的输出会更加恐怖。 这时候纳尔跟亚索在下入带。 纳尔直接是往中线靠。 这一波的话你既然想在上半区跟我进行一个僵持, 我随时处于一个可以支援队友的位置。 等你的一个兵线带进快进塔的时候我再下去收。 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要考验snap对于这个纳尔大小的一个控制了。 我们都说纳尔这个英雄其实最难的地方不是打正面, 难的是你怎么保证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怒气去打正面。 而且对对手其实也是比较好的考验。 对手要卡这里纳尔, 从大边小的那一段CD冷却时间去打团就比较好, 因为纳尔就算踢过来也没办法跌路起。 对,但目前就是…… 直接要闪开,这边钩子没有钩刀啊, 这个感觉配合有点失误。 这一波的话钩子是想直接钩他一闪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是钩到一个大回来的位置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有机会杀的, 因为毕竟挖掘机没有闪前。 对,上路打了风旗出来,给了一个灯笼。 这局Maha的灯笼也是化身为红十字会啊, 救了无数的人的。 上路这边胖的一个大招也是把飞机给赶走, 成功拿下这个上塔。 留给亲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且这一盘Dev的球稳, 在面对你这边开团技能比上一盘要多的情况下的话, 先做了一个水影师带, 不给你任何机会。 这边刮到也没选择上, 因为下半区没视野, 这边大嘴已经赶过来了, 还是得撤。 刚要是刮大直接上的话, 感觉大嘴过来跑不掉了, 要交闪。 一盘蛇里的话, 鬼叔也补了出来, 现在大嘴应该是在存自己的一个巨峰的钱。 羊刀吧, 上一盘是先出的羊刀吧。 第三条刷的是个疯龙。 其实这两条龙的一个, 心都不是特别好。 对。 第一条最好的属性是, 被金儿困住。 被金儿给拿掉了。 羊刀也是早早地为自己的大嘴做了一个其实之事。 这样继续在拖, 对于KT来讲, 节奏依然跟第一局一样, 自己并不着急, 而且一旦你在比赛临近30分钟的时候, 需要做动作, 我还能够成功地想办法反制你。 就是你现在金儿有进攻压力嘛, 你打儿打儿你急, 你一急你就容易有破绽。 哎, 这个中一塔的血线其实比较偏低的, 但是, 金儿一级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去点了。 因为双C其实手比较偏短, 这边上去消耗一套。 KT这边的话, 也是凝动的跳一下, 没有被勾动。 对。 刚才Mata勾的是侧面的飞机。 飞机上来消耗一套。 打了个暴击出来还可以。 。 这边, 虽然说亚索能够一直压着线, 但是, 又陷入跟上盘一样的局面。 我正面做不了事情。 然后, 你亚索又推不了塔。 你虽然说能压线, 但是你推不了塔。 就这样, 一直僵下去的话, 感觉, 时间点又要来到KT的时间点了。 是的。 因为KT的一个开团是比较稳的。 他酒桶一旦有闪现, 他想开的时候就能开得到。 而且Mata还能够去。 这边强行要点这个塔, 有机会, 还最后两下强行点掉中路一塔。 总算是把这个僵局给破开了。 很不错。 这波中路一塔点掉, 对于金二来讲, 接下来的五分钟吧。 很有机会去把大部分的地方。 至少视野能够扩充得比较深一点。 同时也能够。 看一下这一波, 落单的一个布隆并没有找到机会开。 毕竟还有KT在边上。 但胖这个时候的单带给的压力也很大。 飞机已经是有点, 比较难处理这个胖嘛。 这边要去开DEF的吗? 这边有一种火把吸一口, 往侧面拿灯笼走。 那这样浪费掉上单的一个TP之后, 下路自己的那儿。 诶! 书桑这边是把胖给打残掉, 交治疗。 闪现这边还差一下普攻。 闪现要强行收, 收掉之后, 看下能不能换掉这边的话。 侧面Smip TP过来。 这边感觉飞机也跑不掉。 大嘴这个时候进场, 但是KT在这边也来了。 先杀你的那儿。 这边大嘴这一丝血没有被杀。 哪儿闪现过来, 要收对面那个挖掘机, 查一次他。 但是被勾了回来。 布隆的一个队牌挡住了上海。 看下KT这边跳。 但是亚索这个时候已经从侧面, 跑到了正面这场。 看这一波, 要闪现过去。 墙前DEF的, 先把DEF的赶走之后, 正面感觉有点打不过了。 这边亚索经常配合了挖掘机, 收到对方那个大嘴之后。 哇,这一波要打大龙了。 KT给机会了呀。 30分钟, KT这么接团了。 这一波是KT主动去打的。 他是因为胖的血线被对面逼低了之后, 强行接了一波团。 这一波感觉KT还是不太想接的。 而且主要是考虑到亚索TT刚才没了。 但是,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这样给了大龙。 对KT来讲出大事了。 给了大龙的话, 局面就不一样了。 看一下这波是怎么给打残的。 偷了一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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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被塔打了。 偷了一套伤害。 我说实话, 胖这边着急了。 他其实是没必要急着放大的。 他等队友啊。 对,他等队友啊。 光这边也尽力操作了。 临死这些骑士之士都给到胖了。 也没救下来。 换掉之后, 这波想凭借着smap下来继续打的。 而且我说实话, 大嘴这个状态打不了场。 大嘴过来的时候没蓝的状态啊。 而且血线也很低。 而且雷克赛这个时候把smap大招骗掉。 而且我说实话, 这个盾牌。 这波死了弗奥的盾牌。 真的是拖了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让挖掘机没有死。 对。 雅索这个Q闪过来进场配合队友。 很舒服。 那这样一波之后, 局面瞬间是倒向了金银。 就他们在自己的死亡倒计室倒计完之前, 把局面给打开了。 就看这个龙buff能取得多大收益了吧。 现在想拆打的话, 应该还是打一个分推。 就正面硬拆的话, 毕竟C位手短, 不太敢正面硬拆。 但是打分推的话, 现在纳尔有点扛不住这个压锁了。 包括飞机这个点, 其实刚刚这波也看到, 一旦你蛇女技能空的话, 蛇女也不太打得过飞机。 但是正面看一下怎么说。 正面一波压兵线, 把视野给抢回来。 我觉得现在出现的巨大问题啊, 就是对于整个世界范围的比赛来讲。 包括这两局看下来, 就我觉得飞机这个英雄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你记得之前飞机火的时候, 也是特别火, 然后选取率特别高, 但被扳率特别低。 而且胜率还不错。 就飞机这英雄一直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强都愿意拿, 但没人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这种情况。 就我今天两三局比赛, 我都觉得飞机可以搬, 然后也不搬。 就硬让对面拿。 拿完就是, 这边, 打个三环吧, 马上变大了。 消耗一下子。 很奇怪, 飞机这英雄一直是这样, 之前就是这样, 主要是。 就之前那个中单飞机很强的时候, 就是这样。 胖这边卡士也想去阴人, 这边直接是留住了一个, 打一套, 也没有办法强行击杀。 三线一直在压KT的线, KT这边的话, 也是先把这个大龙buff给手下来, 再说这边勾, 勾到的是一个布隆,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 这边有盾牌, 有卡丽莎肯定是杀不了的。 那消耗了一波技能, 把对面辅助打成半血之后, 对方的人员从野区往下半区赶, 要拆这个下二塔。 这边的话, 大走和吹石也要赶过来, 但是感觉速度有点来不及了, 这边的话, 蛇绿已经过半的血线, 这一波塔感觉有点不太敢守了呀。 塔的一个血线已经过半, 侧面想勾, 没有勾到人。 塔的血线已经是没了, 这波要跑了, 再不跑感觉要被强开了。 拉个灯笼, 这样下落的二塔也是从会被尖二推掉, 经济的差距拉开到了接近五千块。 那这一波来说的话还是蛮赚的, 同时下一条小龙也可以被尖二控。 看看这条小龙的属性。 不过这个时候的话大嘴羊刀总算是做了出来。 他羊刀挺早就出来了, 他现在身上应该还有点击。 要存钱做巨峰了现在。 就这个阵容我觉得拖下去还有得打, 只是现在给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但是他小龙的属性其实对晶二不是特别好。 这要是火龙就火。 对,这要是火龙, 感觉晶二真的机会就非常大了。 他们这个阵容现在打架, KT还是打不过他们。 因为他们的两个C位在这个时间点打架的支出还是很猛的。 飞机太猛了。 对,而且大嘴飓风还没出来。 对。 雷克赛这边也是早早地补到了一个石像鬼的玩甲, 就是为了帮队友扛出前面的伤害。 而且我说实话, 这个雷克赛和雅索强行去逼这个大嘴的输入, 就跟上一盘流头和纳尔一样。 就逼大嘴输出, 其实这个大嘴很难受。 他打不到后排的情况下的话, 就拼双方打前面的速度。 自己纳尔没有出太多坦克装的情况下, 可能纳尔和九总要先打。 而且主要是封墙跟布隆的盾太克制大嘴了。 封墙跟布隆的盾可以抵消他很大一部分。 就他第一个W可能就全部打在盾上。 我继续想要把比赛的节奏往后拖。 拖下去来说的话, 还是KT更好打吗? 那看一下, 现在没有了大龙的一个争夺的话, 今夜将怎么样继续他们的节奏。 现在的话, 上路的二塔还在, 可以利用下路线的分带, 然后逼一下上塔吧,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边选择直接抱团压上塔。 但是雅索这个英雄抱团, 其实作用比较低。 上路的兵线。 不过你这边蛇女在带啊, 哇, 这边胖路面在带下路兵线。 这波是给了今夜强行拆上二塔的一个勇气。 这波蛇女在的话, 他们不敢强拆的。 胖这边一看算了, 你都拆了, 那我继续在吧。 也只能够收一波线啊, 他没有办法去威胁塔。 胖这边在做女妖面杀啊, 应该是。 他做女妖面杀也是防止被对面直接给先手控吧。 因为对面其实魔法人还偏低, 更多的还是为了防止对面控制他吧。 对。 继续选择清线。 龙buff为今夜带来了三座防卫塔的收益。 还是不错的。 还不错吧。 毕竟打大龙之前是, 就是那波团之前是一个经济落后。 对, 那波团打完加一个大龙, 直接领先了5000多块吧。 就跟上一盘KT打一波团之后一样的一个局面。 好了, 现在这5000多块可以让他们支持到前40分钟的进步。 这局生存压力大呀, Dapt连罗安大飓风都不选择了。 先做一个绿叉。 毕竟对面这个亚索加挖掘机的一个威胁能力, 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威胁性还是非常高的。 对, 生存压力太大了。 这边过来, 看一下这个红buff, 挖掘机在旁边, 这边先把岩打掉, 把挖掘机赶走之后, 应该是可以成功拿下来的。 差一点点。 试一下。 选择用这个搜寻类物去抢。 不敢过去惩戒, 这个时候被开的话, 自己还是比较没有队友支援的。 32分钟。 现在KT一直在拖寻求对方露出破绽的机会。 但是KT在大嘴三见他的时候, 其实可以正面尝试找对面诺丹的人开一下。 但是飞机太可怕了。 现在飞机打这个KT里面的前排, 也很快。 也很快。 主要是前排没什么魔抗啊, 你看。 这边胖的一个制天使也是成型。 他制天使早就有了。 不过现在这个阶段, 他需要把自己的水, 呃, 女妖面纱给刷出来。 对。 这边smap其实这一盘的话, 等级落后蛮多啊。 这边的话, 压缩已经是18级了。 前排不现在才16级, 还没有到达17级。 是不是要秒龙? 这波尖二怎么打。 这波是胜负手了。 他没有阵容真的有机会秒的。 这波是胜负手了。 这波的这边有点诺丹啊, 这个位置。 还好他是往后拉掉了。 这波是胜负手了, 这个龙很关键, 而且核端被尖二控掉了。 视野步不过去, 这个是很尴尬的。 看一下, 侧面要从侧方去给视野。 这边大嘴, 清完这波兵。 对方清完这波兵, 应该是要去往大龙逼了。 还在埋伏。 九筒是直接强行顶过去要反视野。 也知道你们不会太去开这个九筒的。 毕竟有灯笼的。 这边拉到, 直接是要消耗一套。 这边纳尔要变小了。 尖二也不太敢贸然开, 毅然开打呀现在。 对啊, 现在纳尔应该更多的就是, 在高地塔下, 正守住。 正面拖住对面, 不让对面咬大龙就可以了。 这边Score要过去开视野, 也没有选择强行开团。 对不对, 消耗了一套。 这波效果还不错, UMP被打残了, 撞到! 这个位置UMP直接是采取, 交出了闪现, 让余虫实话Deft这个位置点灯笼。 啊,没有危险。 哇,这个位置Deft被开就完了。 还好是有灯笼。 但这也一己之力啊, 把对方的野斧打残了。 逼掉了打野的闪现, 这波Deft的很漂亮啊。 而且这波要强行转大龙, 对面打野回家, 打大龙的速度还蛮快的。 看一下这边Smip过来, 是一个大半的路器。 这边蛇履先用腹地封一下走位, 对方这波同场肯定会开的。 看一下大龙还有4000点血, 先入阿世大龙, 2000点血。 对方没有陈剑, 肯定是可以抢。 先打大龙, 打了金架, 两个牌翻后方两人。 还好是一个大招拿回去, 牙齿进场瞬间被打残。 但这波进去的两个前排, 扛不住打野斧, 直接全部无敌了。 没有人能切到Deft。 哇,K7的角色太古多了。 这个真的是绝境逢生啊。 先利用大嘴的游户出, 把对面野斧打回家。 然后把打野斧打回家, 立刻交TP过来直接开了。 而且, 纳尔过来的那个状态太好了。 纳尔过来是一个大半路器, 我随时可以给你开关。 这个是大尔最舒服的情况, 就是你不跟我打, 我就先不A东西。 你打, 我就马上A活。 而且你看一下双方前排掉血的速度。 虽然说你这边风墙空的还不错, 但是纳尔进去只是限制你的后盘输入。 但是你看一下, 你这边, 你的一个前排进场, 雅锁进去瞬间要走。 然后你这边, 第二个进场的时候, 又是直接瞬间被秒。 这边卡尼斯大方是被炸回去的。 对,被炸回去的。 然后飞机想杀神女, 被神女治天使给救下来了。 蛇女自己是治天使, 把这个伤害给抵消掉了。 对,果然过了那个死亡倒计时之后, 团战还是KD更强一点。 哇,这有炸药包的呀。 这个一个人顶着那两个人喷。 而且这三个水银时代有点过分。 我说实话, 这个前中期阵容三个水银时代是真的有点过分了。 没必要啊, 没必要, 这样太伤了。 三个水银, 你说实话是让出去三千。 哎,看一下这边, 有一个灯笼, 点灯笼, 直接骗掉对方技能。 这边远过去中还有三千的血, 感觉又要没了。 那这样的话, KD是迎来了自己的一波双龙会。 这个三条水银时代, 加上目前的双龙会, 这个局势感觉。 而且下一波Defo有双招啊, 这个感觉。 他双招一直在, 他上一波双招都没打出来过。 就没有人威胁到他。 虽然说牙锁进场, 但是进场你可以发现, 两秒钟就牙锁就只能跑了。 哎呀, 这个牙锁选的吧。 就说实话, 他们这个阵容是个, 我觉得中期的节奏会强非常多。 这个牙锁选的吧, 导致第一条龙棒没打出效果。 而且因为这样的阵容, 你开团不好开啊。 哇, 这个Defo上去, 扛着高地塔, 强行点对方的一个后排。 这边的话, 冰线进去要强行点塔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 毕竟对面清兵速度还可以。 那现在选择等一下冰线, 应该是可以反对面一个红的, 对面红快刷了。 哇, 这边是被导弹轰了一下, Defo的水线很残这一波。 这一波感觉今儿是有点想开, 但是, 大嘴的位置是有两名队友在前方保护的。 没有机会动到大嘴。 与此同时, Smip也是在威胁对方的一个下二塔, 但是这边的话, 挖掘机要转过来, 要动这个纳尔, 纳尔马上变大, 一个风势被躲掉了, 那没什么机会。 这一波一旦是被选到, 应该是要那, 应该是挖掘机要强上的。 纳尔马上变大, 这波是个炮车线。 而且Defo过去吃了一波红buff, 利用水龙棒, 利用水龙的话, 也是把血源回了起来。 哇,直接要秒挖掘机, 挖掘机被炸了回来, 在空中, 大招都没有开出来, 直接被秒了。 那这样挖掘机身亡, 这边大嘴直接强吞。 哇, B掉了对方的一个防守人员之后, 强行Rush高地。 纳尔这边下路的兵线也带过去了, 应该是要拨两路。 这应该是要拨两路了。 这波好像去点梅亚塔呀, 这波可以点一下梅亚塔。 哦,上路的兵线也带过来了。 压死了, 压破一下之后, 直接是转拆下路水晶。 哦,感觉KT这一波龙buff直接压死了。 嗯, 这个上路会, 破两路其实已经够了。 再回家补一波, 感觉今夜没什么机会。 把蓝buff先拿了。 过去三栏蓝buff一拿。 就也去自然一反嘛。 哦, 上路的二塔也被兵线推掉了。 哦, 卡利斯塔这边水银是在变水银弯刀。 你看一下这边, 大锤的第四键选择的大兵锤, 就丑稳。 在输出已经完全足够的情况下, 转一些偏前排或者防装。 因为他这一盘是一个中男蛇女, 不是加量。 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嘛。 就蛇女现在输出应该比他高的。 蛇女就不说了。 对, 这个帽子已经做出来, 现在蛇女的输出绝对比大嘴要高。 无敌了已经蛇女这种装备。 现在这双C的伤害太变态了。 而且这亚索再次陷入这种, 就打团没有用的窘境。 对, 而且他的双C又偏短啊, 这个手太短了。 就是你在还没有碰到对面的时候, 可能双C就被大嘴一口喷, 蛇女一口毒就没血了。 两路被破, 卡第三路, 等中下兵线, 然后卡第三路推。 标志的后期的一个推进。 嗯, 那现在金银儿如果不寻求机会的话, 感觉就没戏了呀。 这一波, 要打的话, 只能够在对面, 高地塔还没有被拆掉的时候要开团。 对。 拆掉了高地塔, 感觉就已经死了。 但这是个亚索, 他TP绕后也没啥用了。 就, 亚索这边的话一定要正面跟着卡丽莎和布隆, 开一波。 搞个击飞自己进场, 但是那边进场扛不住。 而且, 一旦是没有开到蛇女, 蛇女反手的负低加大招, 感觉后续的输出也跟不上。 这个现在就很尴尬。 你带线现在也带不过那儿, 团战的话也打不过对面。 这边大腿直接开始强喷。 这边金银儿怎么说吧, 这一波一定得开啊, 高地塔被磨掉就没机会了。 但这边KT也很稳, 他现在就是等兵线, 你的人不去收兵线我不给你开, 我就慢慢在这个高地塔下面站着。 纳尔, 你看下Smip的一个怒气, 保持的又是非常好。 这个位置Smip随时可以如来生长。 这边已经是一个满怒状态。 下一波兵线进来, 感觉KT要主动开了, 这一波。 闪现过去找蛇女的麻烦, 这边定飞蛇女。 看后续能不能跟得上一个腹地, 蛇女这边被砸飞, 蛇女直接被开, 让纳尔进场一个反线手, 蛇女直接是被秒了, 有机会。 这边金银儿, 尿掉了蛇女还能追击。 这边的话, 直接是把Smip打成三角, 但是一个角度保护一下, 打掉了Smip的一个冲甲。 但是余总是下路的一个兵线金塔, 得分人去守。 不过正面, 大队这边的输出, 让你没有办法再一次追击了。 是。 这波在绝境之中, 惊艳还是找到了机会, 开到了蛇女。 而且让胖那边什么都没交出来。 对, 但是反手够, 还好有一个水银。 不过这边大队输出太高了, 斯洛夫罗尔, 最后一次拳, 一个大招收掉所有人。 同时的话, 上路高地塔也没有多少血线了。 TP过去偷家了。 这边TP过去, 把对面人吸引开, 应该不会直接偷的, 这边只是勾引一下。 然后这些队友要开上路。 但是你这边的话, 一个人感觉有点跑不掉了, 但是走位扭掉了。 这一波的话, 他死都无所谓。 这波上路的水晶肯定要掉。 是的, 变大了, 还能再拖一拖。 拖一下吧。 拖一下时间。 没大招。 那破三路。 好了, 大龙刷新了。 不过下一波的话, 大龙刷新的时候, 下路的水晶。 中路水晶还没有。 那应该还有一个半分钟左右吧。 而且这波主要蛇女活来啊, 蛇女打大龙太快了。 但是金银尔这波 已经是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了。 他是找到了蛇女跟纳尔脱节的一个位置。 其实两局, 我觉得金银尔打到中后期 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 这波要拼大龙了, 你纳尔不在。 金银尔唯一的机会, 趁你上单没活, 强行拼大龙。 不过这一波, 其实KT其他四元大将都在附近。 看一下这边金银尔的一个位置, 如果在大龙坑里面 很有可能被对面 进行一个毁灭性打击的。 看一下这边蛇女先铺一个腹地, 但是飞机舌尔的位置。 这边点一个东东往后那儿, 大嘴的位置还不错。 看一下能不能控制大龙的, 控制大网。 这边直接是铺大招, 蛇女再一次铺起腹地, 大嘴完美输出环境。 这边拿回来, 砸, 没有打到大嘴。 大嘴完美输出, 还能打。 但是后续, 彻翼的飞机已经把蛇女再一次击杀。 那这样的话, 成功击杀完对面的蛇女和辅助之后, 有机会控制大龙。 不过这一波, KT只要骚扰一下对面人, 对面的家要被小兵破门牙了。 看一下这边, 要去抢大龙, 2000点血, 大招给视野, 放掉了, 不敢追, 随银加了个速, 飞机已经找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回去了。 兵线还没有破这个门牙。 哇啦, 这一波非常转啊。 守不住守不住, 这飞机守不住, 守不住守不住, 其他的人过来, 守不住, 肯定守不住, 这塔肯定要掉。 我一看, 五个超级兵, 没办法。 这肯定守不住, 五个那个兵, 这个门牙不可能守住。 那还好的, 这波大龙给KT, 这波大龙给KT拿了, 就感觉小兵就把金儿给拆了。 我觉得刚才那波团有两个问题吧, 第一是, 罗安娜飓风这东西确实太重要了。 没罗安娜飓风大嘴。 没AOE。 没AOE。 这个冰锤刚刚那波是罗安娜飓风的话, 感觉团战能赢。 对。 因为他第一波可以输出到三四个人。 第二是, 我觉得KT有点耿直啊。 我觉得KT刚才偷家去不就赢了吧? 好像是的。 对啊, 我就刚才一直想说。 我就有两个人, 我就一直想说这件事。 对啊, 刚才去偷家不就赢了吗? 我刚才一直想说这件事, 但因为团战已经开打了, 我就没插上嘴。 这不过真的, KT去偷家不就赢了吗? 太耿直了打的。 但KT反手的话, 应该是要控这条远古巨龙。 打的比较有, 远古巨龙还没有, 应该还有两分钟。 嗯, 龙buff还有一段时间, 但现在, 对于金儿来讲也不敢出来了, 这个时间。 毕竟, 现在的话, 上路的一个水晶还没有重生, 现在至少要拖到水晶重生。 对。 还有一个创造奇迹的可能。 这边史破, 直接是出了一件狂图出来。 因为毕竟龙渣的一个属性, 现在有一个20%欧, 我还是命值加成。 狂图的收益还不错。 但是他这时候被挂被动, 还好是直接跑掉了。 侧面的话, 胖是坐落在一个随时阴大招的位置。 这一波的话, 拉到中路的一个附近, 上路的一个兵线快压进去了。 这一波, KT应该是不想让金二人回去。 这一波, 要把对面的人留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好。 但是对方选择即时, 妥断的一个撤退。 不给机会。 上路的兵线, 一旦是进去, 在中路附近打的话, 上路的兵可以进去拆夹的。 而且这波还有那两个垂头兵。 不过还好吧, 飞机现在轻线蛮快的。 毕竟大兵是负魔抗嘛, 飞机轻的还是很快的。 现在比赛来到45分钟了。 其实现在最关键的是, 胖一定得注意自己的位置。 他不能死, 因为他才是最大的一个输出。 持续输出吧。 对,他的输出是比达水要高的。 他一定不能死。 或者我觉得DFT这波拼一拼, 换个罗安达飓出来了。 这现在刚才那波梅罗安飓风真的很难受。 上路兵线解决掉了, 上路水晶应该快活了。 哇, 这边的话飞机伤害已经起来了啊。 六神装的一个飞机伤害还是很恐怖的。 哎, 这边上去点, 但是点的不是很痛。 勾也没勾到。 小兵现在神经高度紧张。 对。 来到了可以一波定生死的时间段啊。 看这边再一次压上去, 但是Smip的一个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波下路的兵线也很差, 现在应该是回去处理兵线, 控远古巨龙会比较好。 下路有非常多的一波小兵, 要压到KT的一个下路水晶了。 现在Smip选择先去处理兵线。 同时远古巨龙也是马上要控的。 不过在拖的时间当中, 金艾尔的大龙buff应该快消失了。 而且这一波Smip收完这个兵线, 远古巨龙刷新, 他应该是要进入一个皮软期的, 没有办法充血。 那现在看一下这一波远古巨龙怎么说。 上楼这水晶还要再守一会儿, 马上就活了。 这波先把视野继续控制住。 同时中路不让兵线推过来, 这波兵线清完是可以往远古巨龙去靠的。 因为纳尔这波回家是可以往远古巨龙去。 赶紧这边找到一波单踏的机会, 先把Deft给打一管血。 消耗一下Deft的血线。 找的是一个Deft, 没有W的这么一个蛇子。 但这个位置不给对面过来啊, KT还是把位置卡得很死。 那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Deft直接残血了, 血线很低。 这边蛇女士铺了一个腹地, 让Deft点一个灯笼, 有一口脖子吃一下。 但Deft这个血线没有办法继续打啊。 找个地方吸血。 这边吸血。 打这个洗满了。 还行还行。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这波团战, 利用远古巨龙, 双方都是僵持在这个位置。 主要Deft老是玩这种很心跳的东西。 他老是走到对面脸上。 主要飞机现在破壳伤害打到他身上太痛了。 一旦是一个大导弹加一个Q技能, 感觉他瞬间也没血。 而且飞机现在百分之八。 这边的话, 今天要拼一波, 这一波利用卡丽斯塔这个点, 要强行罢出远古巨龙, 一个钩子没有钩到人。 看一下后续怎么说, 纳罗入器很不错, 要进场了吗? 看一下这边, 封强CD了, 那这波又进去了, 大招先炸一下球动, 抢到了! 这边点灯龙还不打团, 这一波KD很稳。 而且KD这波抢到远古巨龙就拉掉了。 对, 他其实有机会打团的。 你说他会不会拿这个远古巨龙去继续逼你的三路? 对,他应该是要破三路这一波。 看一下这边, 先往上方区转, 把视野给控制住。 哦, Scar, 这个手价值千斤啊。 我刚好像是U体承接放早了, 我看到这个水箱还有蛮多。 他是想承完之后给卡丽斯塔拔毛, 但是还是被Scar给承到了。 但现在哭战真的也是俨然化身为金儿里面的boss了。 等风墙结束, 出上去。 这边Deft又是被一炮轰到了一下, 但是他们有远古巨龙buff也不怕。 但是对面不给你点塔的机会啊, 看一下Scar, 现在有一闪在身上。 他的目标应该是盯着卡丽斯塔或者盯着飞机的。 看一下Scar, 喝着酒往前面赶, 先把布隆给赶走。 这边要点中路水晶, 不会轻易开团。 先点掉一路水晶就上路冰箱快来了, 往上转。 还是想过去破三路。 这一波KT非常求稳, 先破里三路再说, 没有绝佳的机会, 我不轻易给你开团。 而且破你三路等于给了个容错率嘛, 就即使被团面一波, 你也没办法。 这边的话, Deft又是要打胖, 胖这边点灯肉往后面拉, 但是错落单了, 一个大招先炸一下, 一个钩子也没有勾到这边, 闪先躲, 反手一个大招只打到一个布隆。 那后续这边开启之前时, 感觉胖又要被闲秒, 而且这边贴上脸上强行打Deft, Deft一个人被四个人追, 不过这边的话后续记得垂直引被对方给收掉了, 这一波只能跑。 看一下, 后续Deft被钉住, Deft也死了。 Score去偷家就赢了吗? 这边的话要脱啊。 Score没有去偷家。 Score为什么不去偷家啊? 刚才追了大概30秒。 这一波对方也不能够去推, 要回家才行。 Score偷家就赢了。 第一时间去偷家就赢了。 他刚才直接去偷家就赢了。 现在有点来不及了, 兄弟。 现在你这波去偷家自己要死了呀。 这个位置, 还好是Yumti这边是被Snap给赶走了。 刚才所有人在追前面的时候, Score一个人在后面愣着, 他在往正面赶。 他过去偷家不就赢了吗? 而且Snap这个位置很尴尬。 Snap这边的话要被对面追着打, 第二个大招已经好, 砸出第一球, 但是Score也是交出了产线。 但是Snap这边要被 枯散持续地追着打, 而且这边要掉大龙了。 哇,感觉。 KT连续两波, 我觉得偷家都赢了。 第一波是对方打龙的时候, 第二波刚才Score去偷龙, KT刚才在对面开团的时候, 其实Score和Snap就不过。 两个人过去, 对,就一起偷家。 就Score过去, 打野刀做个演, 然后Snap传送过来, 两个人过去, 我觉得家偷掉就赢了。 哇,这一波又给机会了, 感觉今夜这一波拖住了呀。 关键是现在来说, 正面团战, 亚索装备成前有, 有春哥甲的亚索, 他是可以给你大腿换命的。 而且Zep的这个装备没伤害呀。 Zep的那边换装备了, 卖鞋出火炮。 但是还是没预风了。 卢安娜预风啊, 这个时候, 他前面一直被四个人追的, 你发现那个胖一死, 对方就是所有人交闪现, 交位于各种技能, 就追着这个Def的。 说真的, 这个时候不要多说, 把那个大冰锤换成无尽, 然后卢安娜预风。 对。 这个出装, 我真的觉得, 有个卢安娜预风, 不会这么困难。 就打自爆伤害就过了, 对吧。 这不会这么困难。 有卢安娜预风, 有无尽。 而且他出车到装备, 要换羊刀, 羊刀不用扭, 羊刀换成无尽, 然后把大冰锤换成卢安娜预风, 这样是最合理的装备。 100%暴击嘛, 因为他这个双暴击, 其实他这个羊刀没啥用了现在。 他没无尽的话, 打前方法速度也比较慢。 因为这个大龙buff吧, 这波正面团, KT很难打。 但是一个勾子勾到一个布隆, 先消耗一下, 布隆这边盾牌已经被用掉了, 但是娜额的路气不能进场, 不过这边, 沙岸狠杠枯杀被喷咱, 下一把声, 把这个春哥给喷了出来, 看一下, smip这个路气还不错, 这一波有机会吗? 风强,风强, 没有流出神。 看一下侧面, Rumity这个位置有点诺丹妈, 他已经五速鞋出发, 还要从侧面再寻求机会吗? 这边小兵打断了他的五速鞋, 一个勾子没有勾到人。 笨的是卡里斯塔去的, 没勾到。 对, 感觉刚才如果说九通在正面, 这一波团战应该是直接开起来了。 反正又给了对面一波回程的时间吧, 不过Score在野区找到了一个Teddy, 这边不让Teddy回家, 但是正面的话要去拆家吗? 看一下, 怎么说? 想回去, 这边选择反杀你的Score, 拖时间, 正面三个人守四个人, 能不能守得住? 看一下, 这边不让Teddy回家, 这边很聪明, 就是不让Teddy回家, 但是与此同时, 对面的一个飞机, 赶过来, 大队的一个输入, 还不错, 不容易一个大招, 震飞了大队, 让这边的一个雅琢进场, 但是雅琢没有一个封墙, 侧面的话, 飞机和胖将军的一波单挑, 没有刷到胖将军, 但是, 你这边卡里斯塔回不去啊, 选择正面直接走回去, Smart已经没血了, 雅琢再一次进场一个封墙, 第二个风又吹到, 这边的话用不定扑过去, 但是对方有充墙甲, 用不定要先死, 大队的位置很不错, 大队的位置很不错, 两下, 这边两个人, 我看下有没有机会, 这边卡里斯塔, 跳起来Teddy, 在人群中收掉了大队的人头, 现在还在跳, 还在跳, 再守一关, Teddy再一次收到一关, 去攻击, 哇, 这场的话, 感觉金尔再一次, 收住了这一波惊恐,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上路水晶刚才有兵线推掉了, 刚才带过来的时候有兵线推掉了, 还是没法反推倒是, 哇, 这又收住了, 又给机会了, 你歇一波歇一波, 我先歇一波, 好,你歇一波, 你歇一波, 不过我说真的, 呃, 这场比赛其实, 出现了蛮多处理上的失误啊, 当然这波团第二打的还是顽强, 而且一上来的话, Snap大招是宝, Dept推掉了, 而且Dept的这个位置, 两手交换大的, 吹前没有办法再接大了, 第二波再打起来的时候, Dept的位置很好, 看一下, Dept藏在这个墙边, 没人管他了, Dept在这个墙边, 没人管他, 然后他两下吧, 把飞机又点死了, 但是没办法, 他后面又被雅索给卷起来了, 这波很关键, 他如果这波不死的话, 团战绝对赢, 然后Tidy这边, 天通输出, 确实也没办法, 这种残局的时候, 确实雅索跟卡丽斯塔这种英雄, 就是很强, 又灵活又有持续输出, 他可能没有多大的爆发, 但是他的持续输出, 是真的很恐怖, 不过这一波, 虽然说你惊艳手下来,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拆KT啊, 我是全球比赛, 打到现在这个结局啊, Dept是不是考虑赶紧换个无尽, 我说真的, 要不要考虑换个无尽, 他可能是觉得, 对方会一股老的怼着他打, 杨刀换了呀, 你大兵锤留着算了, 我觉得杨刀换了呀, 杨刀换了呀, 杨刀真没什么用了, 这样打的话, 你没罗安娜飓风吧, 杨刀也没什么用, 对, 他有无尽, 其实点对方这种飞机, 三下吧, 三下, 只要是暴击, 百分之百啊, 他换个无尽, 如果再能换个罗安娜飓风, 百分之百暴击啊, 这一波的话, KT还要选择再压一波中, KT这波就有风险了, KT这波打量没打进去, 因为大嘴这一波的话, 有闪现, 但是没治疗, 不过还好的话, 蛇驴这一波是有双招的, KT这波要是再打不进去, 就有风险了, 因为这波打不进去, 对方水晶, 中路水晶火可以过来破路了, 但是上路的超级兵过来了, 这波先拆你的一个中路水晶, 乌龙这边又是被消耗了一个比较多的血线, 侧面, 尤其想从侧面进场, 但是有一个角度在赶着他, 双方还是僵持在中路, 上路由雅索去处理这个兵线, 那这样其实中路可以去点的, 看来怎么说, 也直接至少开W点, 把库弹给先点开, 那这样中路水晶有了, 侧面雅索一个风, 中路水晶打掉之后看一下, KT的五个人抱团, 开始往下走, 还要转队下, 好吻啊这个, 不给任何机会, 就拆你三路, 就算你赢了我团也没完完一波, 还是要先破三路, 本场比赛第四条大龙是快刷新了, 对, 但是下路的兵线其实很差, 看这一边的话, 金英尔想从侧面去开团, 这边已经精力球吸过来, 砸砸飞的是一个锤石, 压锁没有选择进场, 孔强也是放掉了, 那这样的话, 下一波调整一下位置, 应该是可以拔三路的, 有蛇女, 蛇女点的也很快, 蛇女有个大药, 把对面隔开, 叫最后一路三路水晶有了, 好的, 三路水晶推掉, 这个时候KT要不要选择出一波, 诶, 戴普特这个位置有灯笼, 有灯笼有灯笼, 但是smap又被打残了, 戴普特这个位置好危险啊, 哇, 真的是在, 闪现躲一下, 但是戴普特的选择很低, 这边没有办法去威胁戴普特, 九筒一个大招解位, 但是smap这边一直被打残, 勇姆蒂在侧面寻求了一个机会, 看一下, 对方给不给他们进场机会, 这边一个Q技能留住一个score, 反身一个爆破九筒, 配合着腹地, 高级兵给拆了, 诶, 这个时候谁去给KT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下一波, 可以四个人这边打大楼, 一个人去偷家的, 对, 快点打个电话撕一下, 就让这个纳尔偷家, 这边纳尔回家, 直接决胜了, 直接强行一波, 因为三路的兵线都要进来了, 中路的兵线已经进来了, 下路兵线已经, 这波决胜不稳吧, 强行点击地, 今天这波金斯也要打了, 这波KT想决胜, 看下这边smap在叠路器, smap的一个路器, 已经是快满了, 一攻没攻到, smap是一个满路状态, 随时可以进场, 但是飞机这波是有炸药包的, 要强行一波吗? 把对面给赶走, 这边Dev直接是把水给交了, 反正KW射, 压锁一个封, 把对面一个技能给封住, 这边一个吹风吹起的一个score, 没有办法进场, 那双方还是拿掉了, 没有打, 没必要这波决胜, KT可以等大龙刷新啊, 然后对面出不来啊, 对啊, 然后四个人打大龙, 一个人冲过去啊, 我们看一下56分40秒是最长的比赛啊, 已经超过了, 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进攻, 怎么说, smap现在是一个疲软状态, 没有办法变大的, 把对方的人员压在基地下, 但是没有办法去点击, 闪现出来要开, 开到大嘴这边进场, 大嘴的一个入住环境, 往后面拉, 但是大嘴已经死了啊, 天地已经是跳了起来, 看一下这一波追击, 逼掉一个闪现之后, 这边金金球, 拿回去, 没有办法追啊, 没有办法追啊, 哇, 应该是用四腰去牵扯的, 我觉得KT打到后面, 太着急了, 已经乱掉了, 我说真的, KT这局打到后面, 整个思路已经乱掉了, 不过看一下, 他们选择先拿远过去了, 对面的人去, 就我说真的, 刚才三路被迫, 所有人回家, 大龙刷新, 四个人打大龙, 那儿去偷家, 你证明要是非要开, 我就偷家, 就我至少保证我双龙会, 我再进攻, 无论如何, 和骑马双龙会, 都能拿到了, 那这样又给了金二, 拿一条大龙啊, 这个真的, 我觉得打到后面, 起波的指挥, KT已经打乱掉了, 反而是金二, 自己队伍, 自己队伍一直以来的, 优良传统, 对, 就是打到60分钟左右, 才开始生争黄游戏, 我不怕你, 这个真的是金二的, 队伍的优良传统, 就是, 比赛那个分分钟数, 来到50分钟以上的时候, 这个队伍开始, 开始黄游戏了, 进入了金二的节奏, 就真的来到这个时段, 金二发现, 原来我们, 来到我们的主场时间了, 来到我们最擅长的, 这边大龙回家, 还是扬刀在身上, 有一句话就叫, 你不要为对方, 通入到对方熟悉的领域, 他会用他充分的经验击败你, 金二现在已经来到了自己, 整个队伍最熟悉的领域, 而且双方的一个, 双C都是真6神装, 大家都不穿血, 虽然说, 这一刻, 作为老金二的库赞和muty两个人, 仿佛又想起了, 那一场比赛打70分钟的, 爽快的感觉, 对, KT这局真的是我觉得, 打到30分钟以后, 就四五十分钟开始, 几波决策吧, 真的有点问题, 那几波决策如果决策好了, 我起码看到三次, 我觉得能够靠偷家赢比赛的机会, 嗯, 而且我觉得Deft这边, 就是不换羊刀, 对,他就是不换羊刀我也不太理解, 我说实话, 他羊刀真的是换了预风, 狗点了一趟TADDY, TADDY, 有机会吗, 这边是纳尔被击晕, 纳尔没有放出大招, 纳尔这边就变大, 但是大招没有排出去, 发了一个W, 纳尔直接死了, 纳尔是王, 这边金二要追击, 把他那边勾到一个飞机, 一个E3过去, 哭三哭中, 还说到了, 但是侧面也说到了垂时, 正面还是一个三打字, 而且台队还在跳, 第2档架开出来, 第2档架, 水银剑, 都要上Deft, Deft倒了, 哇,Deft倒了, 感觉这边金二赢了, 但是, 他去投加了, 这时候终于反应过来了, 但是一个人抽不掉吧兄弟, 没兵线啊, 哇,那这样的话, 感觉KT这一波要炸了呀, 我感觉翻了, 一波了, 对,这一波肯定一波了, 有B战绝对一波了呀, 哎, 我真的, 哇, 这个, 确实没想到, 打的有问题, 这个我, 我真的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的, 这局KT输真的是, 被金二拉到了自己, 充分的经验的领域, 然后, 金二用自己充分的, 60分钟以后的经验, 把KT给翻了, 其实他们, 前面那一波不去强行Rash基地, 利用大人和远古龙的牵球, 然后打一个松腰, 然后利用那儿这个点去抢家, stylus 车 车 车